大家好,大家早啊 今天是小禪篇路的第二天 那昨天呢,其實我是掛單在這裡 這裡是第六番安樂寺 住這個點啊,不是我本來的計畫 我本來計畫是在第五番前面 有一個Morimoto的民宿 不過要出發前就是碰到那個老闆 他說確診寫了E-mail來說 可能請我要再找附近的民宿 那為什麼會找到這裡? 其實從第五番到這裡還有快三公里 那昨天我的體力其實也不太夠 所以後來走到一半咧 然後就被人家撿到 也不能說撿到啦 我就想說就等一下巴士坐過來 不然的話可能昨天到這邊蠻晚的 那還蠻慶幸的就是昨天有在這邊參加他的晚課 然後也有泡湯 那這一間寺院之所以有名是因為 就是當時空海大師在這裡附近 原本的寺院是在這附近 但是後來因為戰國時代被火 就是被冰火波及 那後來住持就把那個寺院移到這裡 那最有名的就是說 這一間寺院的本尊是要師如來 那昨天裡面的法師呢 就帶我們住宿的人 有登記的人 然後去到他的本殿裡面 那一般來講我們只能在外面看 那昨天蠻 因緣蠻好的 就是居然可以看到他裡面的本尊 然後還有就是說他可以幫忙祈福 就是可以選你自己 還有你可以選一位 最近往生的人 或者是你的先祖吧 應該可以這樣講你的祖先 然後來做供養這樣子 然後還可以去摸那個要師如來的手啊腳啊 因為大家其實對於一開始偏路 像小翔一樣的人來講 就是一般來講我們體力沒那麼好 所以走走整天下來真的是蠻累的 那就摸一摸 然後再摸一摸自己的腳 真的感覺有被療癒到 被療癒到 那最主要我想還是溫泉的效果 所以昨天其實一夜好眠 那更新完的那個文章 就是粉絲葉的文章以後 其實小翔快快的就進入睡眠 那早上一早蠻早就起來 差不多六點左右 然後因為我訂的就是沒有餐點的 那簡單的吃一下 就現在就準備 帶大家來進行今天第二天的片路喔 來,瑪莫拉克第七番 食要室就要到了 早上從安樂寺出來 遇到兩個外國人 然後他們的行李有夠簡單 就兩個輕便的包包這樣子 那在那個安樂寺門口跟他們阿姨殺死之後 接著就要往這個地方走 結果才剛走一兩分鐘就想到 啊對,昨天去寶總那邊買東西 然後認識了那個佐佐穆先生 那他有跟我講說 如果我昨天在安樂寺住的話 那就是可以 早上今天出發前跟他打招呼 那我又走回去跟他打招呼 所以結束以後就 出發到這裡 那雖然只有短短的一點多公里 不過咧 大家可以看 現在其實在早上9點左右 已經中天氣 哇 只能說 真的是修行啦 那主要也是因為這個台灣啊 這是我出發的時候 有一個亂牆台吧 靠近 所以把這附近的水氣都吸過去 那高氣壓發威 日本咧 現在這幾天都突破 有歷史以來的高溫 那其實這也顯現了人類 就是我們 這幾十年來講的那個全球融化問題 我想大家現在應該越來越有感 好的 那現在我就是到了第七房 那接下來又要進去堂拜了 他的建築可以看到山門在左邊 那右邊是新的建築吧 好 那跟著我們一起進去堂拜 請注意一下 哎呦 一公里多就到 又一公里多就到 熊谷似的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天气 刚刚我在桥下稍微休息一下 那我就听到广播 就是附近的乡邸广播说 今天是中暑的几率非常的高 然后邀请大家喝足够的水 然后待在一秒的地方 不过呢 小禅来片路 片路上就是现在 还没有进入山区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大概也没办法 待在一秒的地方 不过我会自己看自己的体力 跟状况的修行 其实世尊有告诉我们 修行就是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 那我知道有的人来片路就是 发愿全程走路 但是其实经过昨天一天以后 我稍微再想了一下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当然这不是懈怠啦 就是有的时候 还是要看自己的体力 跟姻缘 来走这一条片路 不然的话呢 可能没有 还没有完成之前 就跟我在路上看到的很多木一样 就是倒在路边 好了 已经到了第八番 熊谷市 这里果然 上来要爬一小段坡 所以时间比预估的还要多了 十到十分钟 所以走这条路的人 可能要先休息一下 中途休息一下再走 那就跟小山一起去参拜嘛 这里是熊谷市 第八番的山门 其实它这个建筑物还有特别的名字 叫唐门 因为好像听说是仿唐朝时候寺院盖的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我做功特 所以知道一般日本寺院的这个山门 就是亨哈二将 大家如果去京都旅游的话 但是这个比较特别 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中国的护法 尾陀跟前然 所以这个熊谷市保存了 当时佛教从中国引进到日本的最原始的样子 当然啦 就是现在这两尊护法神的精神 可能都有修复过 所以起雷起雷就是能量的 现在时间差不多十一点半 我从第八番熊谷市出来 接下来下一番 第九番法轮市 路标是写两公里左右 那希望 一般来讲 我们步行的速度 大概一公里十五分钟 正常人 那我现在体力 其实昨天跟今天都差不多 大概在这个时候 我体力大概剩下 三十到四十之间 所以这一番我其实 十点半左右就到 那就停留久一点 多休息一点 那要出发 其实在路上 我刚刚有遇到 今天早上 一开始出来安乐市 遇到的那两位外国人 他们是比利时来的 那还有一对母子 其实昨天在安乐市住宿的时候 认识他们 在早堂就跟日本的高中生认识 那要出来的时候 其实妈妈有点担心 因为她看到我的塔棒 她提了一下 然后说也太重了吧 没错 没错 其实现在我的行李 大概昨天稍微减量一下 还有把一些保养品 稍微吃了一下 大家不用担心 我当然没有一次 全部把它吃完 不然我今天大概也不用走 就是药物重度 开玩笑的 然后现在大概也要八公斤左右吧 然后以前看人家四国片路的邮寄 都讲说 诶,这里 往前 都讲说 我们带的东西太多了 那我当时就在想说 我是出家人 然后我的衣服其实也很简单 真的就没有多带 就一套 跟现在穿的一套、两套 但是因为还有带一些像 那个 呼吸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 可以回复膝盖跟脚 那还有一些常用的补充体力的药 像B压、C压、D压 其实都有 还有最重要的是语具 那我发现最重的东西其实是 充电器 没错 那其实现在人真的 需要的不多 想要太多 我记得这是圣野人师傅讲的 不过现在 我们发现 现在人就算 不需要 没有用这些东西 可能也没有办法 在现在这个 时代 生活吧 我在想 像手机啊 然后大家可能平常都要用的 这个平板 所以 总而言之 我边走边看吧 那接下来就 希望30分钟内可以走到 这个 第九班 好 马上就到 第九班林场 把伦市 好 已经到第九班 马上到第九班 等рост dormir 现在已经中午12点 我打算在这里 休息 我们一个小时 以上 走进去 中午真的太乐了 那先跟我进去 参拜吧 好,我已經從第九番法輪市出來了 接著要徒步去第十番切番市 然後切番市結束以後就到今天住的地方 希望等一下一路順暢 不能說提早,就順利 因為從這一番走到下一番要接近四公里左右 那現在其實是下午一點 我在這邊休息了一個小時 本來想說休息更久一點 但是好像體力也恢復了 那接下來跟小長繼續往切番市走 到了第十番切番市 其實要爬一小段坡 然後我一樣就是把我的大行李放在下面 下面其實有那些好心人 就是說可以把你的大行李放在那裡 當然那個貴重的東西自己要帶著啦 那我就帶了要長白的東西跟納金走 那就跟小長一起進去切番市吧 所以就是第十番切番市 上來要爬三百三十八街 剛剛其實我體力有點不知 在中間的時候有一個地方可以休息 那這一間寺院呢 其實是當時紅髮大師走到這附近的時候 衣服好像被樹枝給割破 然後就到附近的民宅 我就看到一個年輕的女生 在製衣服 然後空海大師就走進去 那那個女生非常有善根 她馬上把手邊工作停下來 然後為大師來製衣服 那大師有受到她的情味感動 那就問她說 你有什麼願望啊 那女生說她媽媽剛往生不多久 那大師就連夜做法超度這個女生的媽媽 那這個女生也一起參加法會 在過程當中 這個女生就身體放出各種樣式的光芒 那其實這個故事深有含義 就是說在佛教裡面 一般來講 傳統的佛教說 女生很難這一世成佛 所以有很多的女生發願 這一世結束以後要轉男生再成佛 但是佛法到大聖了以後 就是特別是像法華經 或者是我們大聖 大家熟悉的經典都會說眾生皆有佛性 那法華經裡面有非常有經典的一品說 這個龍女成佛 所以這個大師在這裡說法 所以因為也是現了大聖佛教的這個 究竟的圓滿的法 那大概就到這裡 小禪接著要去參拜 那結束以後就要往今天住宿的地方移動 那現在時間差不多下午3點 下一個住宿的地方差不多有3到4公里 所以應該5點前可以走到 那等一下見囉 有些人 你從這邊讓開到 那裡 有一個一位 緊張的地方移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